各位弟姐妹,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聖經金句 也不是很長的,就是五個字,學習了服從 就是來自希伯來書的五章八節,學習了服從 其實這個和今天的節日當然很有關係 今天是痛苦聖母的紀念日 緊隨著昨天的光榮十字架節 光榮十字架很明顯是講耶穌的苦難,被釘十字架 今天是講聖母的痛苦,聖母最痛苦是什麼? 莫過於白頭人送黑頭人,用人的眼光來看 就是他在十字架下面和耶穌一起經歷他的兒子 被釘十字架的那種痛苦,他自己也經過 所以這句聖經金句,學習了服從 第一個適用的就是放在耶穌身上 第二個緊隨著耶穌基督的就是他的媽媽 也是我們的媽媽,天上的母親馬利亞 他也學習了服從,藉著這個苦難 藉著跟他的兒子耶穌一起經歷苦難 學習就是以前不認識,現在是認識 所謂認識,以前不認識,現在認識 就不只是講知識性 而是經過生命裡面的體會 很多次都是,我們自己都是 苦難的固然沒有人喜歡,痛苦 誰喜歡,困難誰喜歡 但是又不能否認,很多次如果我們 懷著信心,懷著愛,在苦難之中 我們有成長的,過了之後看著 發現自己能力是大了,認識的事情是多了 這就是學習要服從的一個意義 那服從是什麼呢? 其實服從最深的意思就是 說服從父母的命令 其實跟昨天我們那個斐利伯書 是前夫後刑的可以說 前夫後刑的 所以外面很困難的 環境是外面的 但是裏面是我和父母的關係 所以外面怎樣呢?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裏面 所以外面其實是幫助我們裏面 幫助我們什麼人? 學習要服從 幫助我們能夠把我們 所有一切交在上著的手中 在苦難之中能夠成長 學習要服從 來自希伯萊書的五章八節